我們到台中車站啊 這兩天呢我要參加灑鹿的一個火焰山 爬山的chill行程 就是我們今天要先錄影 隔天還要再去爬火焰山 然後拍給大家看一下 這兩天放鬆行程吧 GO 好緊張喔 好多人 耶 這一次我們總共有24個人 然後恭喜大家你們參加到了這一次 我們辦過最簡單的一座山火焰山 對 子俊的舉手 恭喜你們 然後還有誰 我開車只有三個禮拜而已 對啊我記得你不知道在開車 我們開超久的車終於到了 我們現在在這邊是什麼林場 九甲林 九甲林露營區 然後我們待會 因為今天的睡覺啊 是只有四個室內的睡覺 其他一個也要搭帳篷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 進行躲避球賽 最輸的就是要自己搭帳篷就對了 沒錯 好可怕 當回之後開始換鞋 代表他現在要認真了 因為他上一次是自己搭的 沒事啦 所以我們贏家是可以對這個嗎 大帳篷 裡面是有雙人床 雙人床 雙人床 很誇張 他居家就是在那邊自己搭帳篷 沒錯 來 我講一下規則 這個非常的重要 你們大家都剛剛有看過 今天晚上住的地方嗎 我們有五頂帳篷 一頂帳篷裡面有兩張雙人床 就是有四個床位 是在大帳篷裡面 那是歐式帳優 是真的可以睡床的 但是我們有二十四個人 所以大家數學稍微算一下 就知道我們有四個人 沒辦法睡 那個有床位的地方 然後我們另外準備了一頂帳篷 今天晚上很有可能會下雨 今天晚上降雨機率蠻高的 所以 最速的那一隊六個人 會再決定 其中四個人要去搭帳篷 今天晚上就要睡在外面 後門後門這隊要上場了 秉均很認真耶 還可以穿背心耶 好緊張喔 好 計時五分鐘 開始 第一 二 二 一 一 好 公布成績 第一名是第一組 紫君主 耶 我們要去採訪一下 今天 睡帳篷的 空地 你們怎麼那麼快就搭好了 因為真的很快 這兩秒就可以搭 中間撐起來 可以幫我介紹一下你們的房子嗎 露天 野外 連燈都沒有 野外露天 黑暗 露天 整個還只有兩顆 還有一個還沒拿 好不好 算囉 OK啦 再你看一下我房間好不好 我看過了 我看過了 好 感覺你參與的不多 你比較是搬東西吧 你是大力士欸 這東西我猜 對啊 超大力我胸口被他打那一拳 好球 好球嗎 好球嗎 太多了 1 2 OK 今天天氣也太好了 早安 從來沒爬過這麼爽的山 可以睡到9點 然後我們等一下應該就用個早餐 然後準備去爬山 大家出一張嘴很會這樣 你好厲害喔 感謝 雙氣是可送欸 對 終於進入主要行程 終於進入了 就是錄影浪費 臭了 快3分之2的時間 沒錯 終於要爬山了 現在已經是正中午12點 OK啦 來到火焰山 但是我們在上山之前 都要用最前程的心跟山神對話 希望保佑我們 希望保佑我們 待會在爬山的過程 一路平安順利 然後可以看到最美麗的東西 然後就讓我們以水帶酒 迴向給大地 好 可以把他殺掉 YES OK 出發 出發出發 這個路好像還好嗎 超久沒爬山欸 上次爬山已經是 什麼時候 去晴天岡嗎 有點忘了 就是跟灑鹿他們一起來 然後 對我來講 算是小小的休息 因為前一天 好像你們剛剛看到的 再來就是一直在休息 然後 路裡 還有吃東西 然後跟大家一起 就是可以暫時脫離城市 這樣超爽的 我們今天的目標 就是走到 火焰山的山頂 每次都只有 在高速公路上經過 我看到他的那個紅紅的土 但沒有來過 所以我也不知道風景如何 走吧 YA 到了 快點到 我爬了20分鐘不到 OK吧 20分鐘 OK啊 下山了下山了 合照合照 YA 我剛剛挑戰 我現在從上來 很棒 火焰山這邊的路線 其實 我覺得還蠻適合越野跑的 它都是平的 然後你可以 就是有一些地形變化 這應該是算越野跑路線吧 我也沒有特別嘗試過 未來有機會 我來去 試一下 參加一場越野跑比賽 前面都很搭起來的喔 前面都很搭起來的喔 對 對 哇 謝謝你耶 辛苦了 不知道耶 因為我沒有追蹤他 欸 用跑的吧 跑跑跑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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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山跑起來 我也要 我也要 他們怎麼那麼快啊 他們怎麼那麼快啊 小心一點喔 我也要想錄喔 這是 叫做 好汗坡 跑輸的就 不是好汗就對了 跑輸的就不是好汗就對了 沒關係啊 3 2 欸 喂 還沒啊 你在那邊騙喔 好啦 3 2 1 GO 我要開蛋器喔 開蛋器喔 腳好痠喔 Winner 跑不到 不知道我們前面有挑戰 他其實說不累 也沒有很累 但是也沒有很輕鬆 因為一路都是一直在上坡 然後 然後 你就會一直看到 就是 那叫什麼 大崩壁嗎 就是看到一個紅色的沙 全部就是 掏空的樣子 把自己以為 當作自己是 消防員 極限體能王 超恐怖 好感 嗯 我一放掉就沒了 我ize 找到一我 真的 很滑 很陡 上下都很滑 很陡 你們快要跟回收會合了 快要找到輕鬆的會合點 而且下雨很滑耶 好遠喔 會合 輕鬆 挑戰 我們這樣爬竟然也快一小時 他大概就是一個 難度不算 到很高的嬌山 就在高速公路旁邊 因為剛剛路上其實 有很多就是阿嬤 就是比較年長一點的 可能四五十歲五六十歲 就也會來爬山 那我覺得他難度其實 沒有到很 沒有什麼太多攀岩那種路線 所以其實還好 然後岩路也都有這個可以拉 我們好像快到山頂了吧 快一小時大概二到三公里 是蠻推薦大家可以來爬看看 因為路線算簡單 交通也方便 路口處就有那個 停車場 而且登山口就在路邊 沒有很遠 三角點還有1.7公里 大峽谷 GoGo 大峽谷 大峽谷應該就是大家去拍照的地方 還有200公尺 天氣溫大概是26、27度 滿悶熱的 然後昨天又有下雨 所以 裡面其實有點濕濕 是 應該去台中市去吧 然後那邊好像就是 小山頂還是要再更往上 我們在前面拍照 走吧 最累的是最後這一段上上下下 難怪 平均他們說前面感覺很輕鬆 但是其實後面 是會有一點點挑戰 但我覺得也還可以接受 就是如果 你是完全沒有運動的人 來 其實我覺得難度不會太高 但是一路上 一直可以看到這個很壯酷的風景 我們現在距離大概走了 快三公里 2.5 然後 發生400 下降100 所以其實 是我們走的速度還滿 連路上不在聊天 不然應該不會走這麼久 蛤?就這樣 快點 Yeah Yeah 工頂完成 他的三角點 其實沒有很多 美景 看不太到東西 好 準備下山 Yeah 我們終於回到登山口了 我們總共 爬了 四個多小時 四個多小時 上山三公里 下山三公里 然後 美景的話 大概就是 大峽谷那邊 其他三角點的時候 就有點 今天 天氣有點 陰陰的 看不太到 但是 總結來講 難度大概 我覺得兩顆星而已 兩到三顆星 Peace 五顆星 五顆星 簡單簡單 所以大家可以 來挑戰看看 結束囉 結束囉 先這樣囉 新的教練 掰囉 下一集見囉 訂閱我 掰掰 快點 另一半 是 鐵 大黃 這兩場 影響 中文 兩場 中文